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被指在演讲中宣称 国盟执政兵城就会拆除神庙 国盟青年团长阿莫法德里为其号召所有青年党员报警 要求警方彻查林冠英的言论 阿莫法德里形容国盟执政拆除神庙的言论非常野蛮 也是天大的谎言 目的是要吓呼华裔选民 他斥责林冠英众族挑衅 破坏人民团结及各族和平 国盟青年团一定会报警 以此反对火箭领袖宣扬种族主义 阿莫法德里狠批林冠英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人民拒绝团结政府 同时斥责政府失败 所有领袖都是伪君子 阿莫法德里也反问政府 早前不断宣称在周选期间 发表有关种族宗教和王室的敏感言论就会被对付 那么如今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对付林冠英 阿莫法德里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莫法德里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莫法德里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